大家好,我们来到《精彩教育》 是港人感事告诉你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林博强老师 我是香港科学创意学会的理事 我今天很高兴 我请到全港普通话教师一共联盟的主持 刘志俊老师来接受我的访问 刘志俊老师,你好 刘志俊老师,你好 就是说香港是一个方言的地区 普遍的市民都是讲粤语、广东话 所以就是我们学习普通话是第二语言 要怎么才能在香港学好普通话呢? 好,林老师,你好 就是说现在在香港 其实教育局已经在推行了 以普通话叫中文 那普通话课程呢 是在幼稚园和小学都有那个专职的老师在辅导 只是就可能就一个星期一节课法太少了 太少了 对,加上小朋友就是回到家 那又是他们的母语又是粤语 一个沟通的方式的话 所以就学起来的话 讲起来就比较困难一点 那如果真的想学好普通话的话 可能就是除了要有一个语言环境很重要之外呢 那我们还得有一个就是说 要让小朋友如果有兴趣 兴趣 对,那这个兴趣的话就是说 在学校的话它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对吧,那除了放学之后 那我们就可能需要我们这些兼职的老师 比如说去辅导他们 那我们就会想很多的方法 让他们如何有兴趣 那这个呢就是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就是那我也教中文 也教过幼儿的围棋 但是这两年是因为成立了义工联盟之后呢 就是没时间了 所以这两年工作就基本上停掉了 那前几年我也教过了 我就 那我们基本上如果小孩的话 学的话 比如说幼稚园呢 三岁以上的 那我们会拼音 拼音 对,拼音就是可能会唱儿歌停式 就是我们会唱歌的形式 把它交给他们 让他们有兴趣 然后还有一个唐诗 唐诗 对,唐诗也可以用儿歌的形式唱出来 对呀 那比如说 我刚刚暑假见了一个小孩 两岁多 就他很活泼可爱的 跟他教唐诗那个鹅 鹅鹅鹅鹅 其香香天歌 然后我教他第一堂之后呢 第二堂诗他记得了 我一去了他就 就觉得哎呀,我觉得好开心的 就说我们这些方法 就比较灵活一点 那然后还可以用一些 深重的卡片 还有讲故事的方式 对,比如说有些故事说 两岁岁以下的可以 来讲故事 或者玩游戏的一些教学方法 都可以互动的 那然后再加上一些教国学 比如说现在的三字经 弟子龟 对这些小孩的这个 智力开发很有作用 对,所以这样你有一堂课的话 可能就准备一个三样四样东西 一个小时以后就过去了 那如果是小学生的话呢 我们会先教他学拼音 生母 就一定要认识的 对 然后你默写 会记 然后再教一下拼读 那这个就是为了让他们在以后的那个交际啊 工作或者学习当中呢 会有一个规范的那个汉语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教他们一些句子 对吧 比如说那个粤语和汉语的书面结果是不同的 对吧 我就举个简单一点例子 好 比如说第一个是 学习 就是说你学习一向慢过人 应该花多点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 嗯 那这个的话就应该改成啊 你学习一向比别人慢 对 应该都花点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 对 这样的话语法就 不一样的 对 就不一样的了 然后第二个比如说 有看过这本书吗 明天你来我这里大家讨论一下 嗯 那我们应该改正确的是 最近你看过这本书吗 明天到我这里来 大家讨论一下 嗯 好所以在香港的话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就讲粤语 他们那个语法 就是说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比如说 好像走路吧 就说我先走了 但是白话会说我走先 对 就会调换一下 对 就会有不同 所以的话那我们 就是说要学会正常的那个书面语 然后沟通的跟人家讲的话 让人家无听的明白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汉语的持续的规律 用这样来表达的话 会让对方更加明白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是一般的话 比如说 又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一个正常的语就是我吃饭 那就是足语 胃语兵语都在了 对 但是如果是 就是饭吃我就不合服势理了 对 就是定句 那如果就是在 在现代汉语中呢 那我们这些语句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 主要的会表现的规律 会是什么 主语一定是在胃语后面 对啊 然后冰语一定是在动词胃语后面 对吧 好 然后定语一定是在主语或冰语的前面 嗯 庄语是在胃语的前面 对 哺语在胃语后面 就是要记下一个这样的顺口妞 那对他们以后都有帮助了 顺口妞有一个很好记的 对啊 就是有什么 嗯 主胃冰 主胃冰 即定状补 对 主干枝业我们要分清楚 哦 然后就是基本成分就是主胃冰了 然后附加成分呢 就是定状补 嗯 然后定语呢 就是必须要去在主兵前面 嗯 胃语要去在胃前呢 或胃语后后补的 嗯 就是希望这些呢 可能对大家的写作来 会有一些帮助 听听完你讲到之后 我也觉得是 如果要学好普通话 必须要提升学生的兴趣 嗯 用唱歌的方式 用游戏的方式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嗯 那谢谢你老师 嗯 好我们现在时间到了 再见